我希望我的鞋子不要有任何風格 讓客戶去訂自己鞋子的風格 這就是我們的角色 我們希望客戶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鞋子 然後從款式、皮面、鞋底、鞋款、鞋扣跟鞋帶 所有的細節能夠依照客人自己設計自己搭配 心目中所想的鞋子 我希望這開放式的空間 能夠呈現一種立體式歷代的感覺 不管在走位、動向等等之類 都是讓客人可以似牛的挑選他們要的材料 你們可以提供你的款式 就是三個很準的基本款式 第一雙是我們2012年做的耳筆鞋 就是所有筆鞋裡面最基本的款式 然後再來就是雕花 在正式的場合需要像這樣的鞋子 還有懷靴因應台灣的天氣所設計出來 幫腳踝部分的靴子 在未來還會有一雙樂足鞋 提供客人做不一樣的定制 新的選擇 我們最注重的是皮鞋的氣氛 氣氛才是決定一雙皮鞋最重要的元素 不只是細節跟材料等等製作的東西 我更在意客人穿上這雙鞋 他能不能更好做搭配 有沒有一個氣質在 這才是我們最重視的東西 我很希望能夠為台灣的傳統產業 重新做整理跟分類 然後更精緻化 然後變成品牌 所以是我們最重視的東西 這是很難的 這個做法 有趣,這就不如說 他嘞,也是很難的 這 sustainable的東西 因為香港的革命 很難的 不,不,不… 那麼難的 在第一步 已經算了